有人穿越到了河飞水里 上半身比全部浸泡 等他爬出来 已经成了狼人模样 皮肤已经全部溃烂 佛婆罗想要上前擦看 不料 树上顿时着火 痛苦的狼人挣扎着跑了出去 可没走几步 身上开始了燃烧 脚上的化小物 连同地板也发生了反应 他赶紧躺进浴缸 没想到 反应更加剧烈 整个皮肤开始了膨胀 头发也大把的脱落 他来到镜子前一看 发现自己 已经成了一个除漏的怪物 然而 便宜还在继续 没一会儿 他就变成了一个强壮的大帅哥 此刻的他 已经成了真正的男人 为了念着自己的能力 他来到一家餐厅 二话不说 抓起一个小物 将他的手放进了油槽里 再用力夹紧 随后将他带到油锅前 抓起旁边的钢管 摆歪后 固定住了他的身体 紧接着 将小伙的手塞进了油锅里 小伙 在痛苦中 成了油炸凤爪 完事后 怪人又来到一个美女跟前 惊恐的美女 原来是个瞎子 不知情的他 要求怪人将他带走 之后 两人来到了一个仓库 摸着怪人强大的胸大机 美女 既然有了想法 接下来 你们肯定不爱看 我替你们看 有了美女的相伴 怪人 也再也不想穿越回去了 准备带着美女 过上平静的生活 然而 FBI 已经低伤了他 警察 很快找到了他俩的位置 警察立刻 开枪射击 可没想到 怪人刀枪不入 而警察的肚子 逼他直接打窗 其他人见状 太多立刻转变 就这样 他成了人们用户的民心